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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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件事 關於一些 以前學校的回憶 首先說一說 為什麼會突然想起回憶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 在 冬的時候 秋涼或者冬天冬的時候 就會想起一些學校的事 一些回憶 各種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才想起夏天不會想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想起以前的一些東西 就是關於一些小賣布 小賣布 記得當時小賣布 有吃過像型多的麵 即是型多的 型多的 型多的口味的麵 我覺得挺有趣的 也可以做一做 而且它的方法也挺特別的 它會把這個型多煮完 當然它不會告訴你這個型多 它就這樣說拌麵 拌麵 放在這些袋裡 然後把它捲在一起 大約這個尺寸 就是這個尺寸 然後這樣一尺寸 長條形 好像一個熱狗 但又沒有熱狗那麼長的尺寸 然後就捲在一起 然後放在那個小賣布 你知道多數都有一個盤 之後就拿去賣 這個就是我學校的小賣布 可能你看到這個影片 可能會覺得 咦? 我和你那間小賣布的食物都差不多 會不會同一間學校 可能是也不頂 事不宜遲 立即做一做這個 好了 非常簡單 我放了水 然後就放了麵 然後就放了醬料 我先開一開 通常這包東西 裡面有什麼 大家有吃過都知道 就是非常邪惡的 那幾包 嘩 低了 為什麼在旁邊開的 你看看看看看 我不是 我想在頂上開 低了 我先拿回我的魚用碗 好 嘩 這個麵 這個麵 已經不完整了 唉 燒了 通常要完整才好吃 一收拾過就不會分散 那現在很明顯 碎了就代表分散了 非常不好吃 真的不太黏在一起 好 那這一包就是盈多的粉 一定要放的 如果你吃盈多 不放這個粉 當然曬了 這個基本上是盈多的精髓 麵也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這包東西 那現在等水滾 就把麵丟下去 然後我們再繼續做我們的學校 我學校的一個盈多 好了 差不多滾的時候 就可以把麵丟下去了 這個麵 嘩 你看到這個 這個樣的力 這個形狀已經不好好 是 沒辦法 既然是這樣 好了 因為我 沒怎麼下太多水的關係 所以這個麵只浸了一半 所以你 所以我呢 就要在 煮了一陣子 就馬上翻了 對 馬上翻 好了 其實都很快就散了 你看看 很快就散了 立刻把它 反轉 好 現在再煮多一陣子 其實已經可以了 可以說是 那我們現在立刻就處理一下這個的粉 好 那我做法就是把這些全部剪碎 就是分開包裝 那現在就立刻來了 然後倒下去 好 好了 把所有東西都倒下去了 OK 那現在剩下剩下麵 剩下麵 其實麵都差不多了 應該 那麵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現在可以熄了 然後就可以放在這個碗裡 放在這個碗裡 放在這個碗裡 好 現在把它放進去 OK 然後再倒下去 差不多了 就做完最後的步驟 好 我剛才換了另一個袋子 就是這一類的密實袋 小的密實袋 然後把它倒進這個袋子 對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在學校 都是拿小的袋子去倒進去 我還記得多少錢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現在把它倒下去了 好 那現在就做出來了 麵 就是這樣 其實跟我這個學校 即是我學校吃過的麵麵差不多 但是它那個麵就 我懷疑 這個麵比較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比較細的 那我學校之前吃過的 就很粗的 我不知道它是用 滾水就這樣燒 還是怎樣 應該是用滾水就這樣燒 不 逼著它 用熱水 那 那麵麵怎麼放呢 現在馬上弄給大家看 這個放在裡面 好 好 你這裏 這裏 這裏 這裏做什麼呢 嗯 開 好了 那就是這樣放 當然它就不是這樣 那麽透明 那它就是一個白色的一個 類似 白色的透 白色的袋 就不是透明的 對 就不是非常透明 好像這一類那樣 那就是這樣放在這裡 接著多少錢呢 一條這樣 6元左右 6元 其實6元可以說是OK 不算太貴 因為說 其實它如果說一包拌麵之前 我 即我上學那個年代 拌麵是說10元左右 那麽可能一包賺4元 或者3元左右 其實都 都是一個不錯的 因為拌麵這件事很簡單 簡單 即是即可吃 那 那學校就有些 可能是滾水麵 滾水煮麵 或者 滾水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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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方便很多 很多人都會吃的 那馬上來 不要說太多 那我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 那些人 即我學校的拌麵 一滾水煮麵 就馬上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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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搓搓搓搓搓 搓搓搓搓 搓搓搓搓搓 我不知為什麼 我現在蒸到好像蓄食麵 可能遲些 可能可以考慮 把麵拿出去 拿出去 街上吃 之前可能有 就是什麼 就是很久之前 就流行一點 叫冷麵 其實也很難吃 低冷 好 不知是不是一擠到這個袋子裡 好像有回學校的感覺 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點像 是不是因為下了袋子的關係 有點不厚清楚 因為之前我吃都沒有那麼像 這個味道很像 立即吃回我的回憶 但是說起來 拌麵我不是經常吃的 因為我拌麵也是太貴 我想到自己一個方法很好 下次再分享 我學校吃了什麼 就是小吃部會吃什麼 多數我自創 可以說我是第一個想出來的人 又便宜 又十位 又不錯 當然 但健康 沒可能兼顧 沒可能兼顧這麼多 嗯 好吃 雖然拌麵真的很不健康 真的有很多拌麵 但是 非常之好吃 真的 很融合香港的口味 我的口味也很融合 香港的口味應該都是要 辣的 辣的叫做再加甜 或者再加鹹 辣鹹或者辣甜 應該是最喜歡的 我覺得 香港的口味 一口 其實已經差不多吃完 因為 一個型多也不是很多 其實我也 都覺得有點少 但始終便宜 一包比較小 所以沒辦法 如果要的話可能要吃兩包 其實有些人都討論過 麵一包是不夠的 但是兩包又太多 其實可能可以出過一個半的麵餅 哈哈 真的 可能特意推出一個1.5碗的麵出來 或者其他麵 其他麵都可能是 都不是很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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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有回憶 那通常 那通常我先說一下 我學校吃拌麵 那它通常就不說太辣 那就會自己加些辣油 那小賣布的附近呢 它有個類似自助的形式 你可能去買燒賣 或者是魚蛋 拌麵 或者是湯麵 都可以加辣油 其實不錯 那通常呢 就不 不 就是什麼 就是 通常就會沾很多 對 我 那是免費的東西 免費的東西 所以我那一陣子 那當然自己也吃到 不會說沾到吃不到的 其實這個袋子也很難 很難吃 一定要拿起 然後掃到口裡 我發現 用膠袋吃的 很不方便 如果碗吃的話 真的沒有這個煩惱 下次再用碗 下次再用碗 下次再用碗吃 好了 這樣就吃完了 那以上就是我一個 學校的一個 一個包裝 或者一個食品 就是這個盈多拌麵 那它就是 將盈多煮熟之後 就把它放在這袋裡 那我吃飯呢 是真的有點像 像學校的味道 真的 但是也很正常 因為它原本就是盈多拌麵 你沒理由變形其他麵 對 但是唯一不同 可能就是 它那隻麵呢 臨起來 我跟學校 我自己在學校的麵 它臨起來又不 又 不 它粗起來 你知道麵 你越泡下去 它會越粗 它粗起來 但是又不會太軟 學校的麵 我不知道它怎麼弄 但是我 還是這隻麵比較好 因為始終它自己弄的 好吃很多 自己弄的 我在外面吃了100倍 哈哈 那這次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學校 小百步吃過什麼 下次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分享 因為很多 我都記得很多 一些有趣的事 趁我記得的時候 就盡早把它拍下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去 分享一下 那就做個紀錄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留言 告訴我 有什麼食品 在小米那邊吃過 或者一些有趣的 都可以告訴我 我自己有一個 就是關於湯麵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說你 我會記得 在小夜看 那我會記得 沒有按摩 你要吃 你會記得